太極拳的手肘 手肘要出來 所以它這邊是空的 因為這個角度 這個樣子比較好吊 這個醉比較好做 醉肘 醉肘的目的就是要吊肩 就是吊那個層肩 層肩下來 醉肘的重量 醉是一個 這裡有一個襯陀 有一個襯陀 它叫醉 沉是一個動作 是不是 它沉下來表示什麼 表示它不用力了 它不用力了 然後這個來醉它 有一個襯陀在這邊醉 醉它 所以醉間的是手肘 所以你的手肘如果太回來的時候 你的手肘太回來 這邊沒有空間 不容易掉 肩就合起來了 你的手放到這邊 肩就合了 你的手放到這邊 肩就開了 肩就開了 你試試看 你的手肘放在這裡 感覺一下你的肩 肩是不是開了 你的手肘再放到這邊 肩是不是合了 肩是不是關 合了嘛 所以它要放到這邊是比較好掉 知道的嗎 不是一定要放在這邊 但是放在這邊比較好掉這個肩 比較好做 層肩最走 坐腕 比較好做 所以走不要太壁 感覺 永遠感覺你這個肩的角度 你的肩的角度如果一關死就錯了 這個肩就錯了 老師您說要坐那個腕 所以就是說這個肘也是要用腕來撐它 要用腕來醉它 不是不是不是 層肩 醉肘 坐腕 所以醉的那個力量是在走 坐是一個形態 也是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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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手腕 手腕不是浮的 手腕也是沉的 所以手腕一沉 手自然浮 浮起來嘛 可是又不是用力 又不是用力起來 所以它自然浮下來 它變成一個這樣子的狀 這樣的狀態 你看 手起來是因為 手腕坐下去 手腕坐下去 手掌就起來了嘛 所以它把它叫成美人手 那是那個形態 為什麼會形成這個手 因為坐 坐 坐 坐腕 因為你看 因為坐腕 坐腕剛好 你不用力 你不用力 沉下來 剛好到這邊 是不是 這邊就沉一個掌了 就有力了 到這邊 到這邊 到這邊就有力了 好 有沒有 有沒有 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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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手伸直 坐 坐 手掌位 手掌位 手掌位置在這邊 好 好嗎 所以走重 走是醉 利用那個醉 那個醉 那個醉你們要 你們要感覺到那個松 松弱 好啊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你在練拳 它是這樣子的 吊著一個東西叫做醉 所以你在練拳的時候 它永遠是 有一個東西在那邊醉 在那邊醉 尖就開 這個有醉 你的尖不用力 尖就開了 好的嗎 所以你在動的時候 你在動的時候 永遠這個力量 都是往下沉 都是往下墜 好 好 試試看